你小时候常玩的 就是那个如果跟其他小朋友猜拳 看哪一个谁赢谁输的 这个这个练习 就是剪刀 剪刀石头布 或者石头剪刀盘 就是猜拳 那当然猜拳的对象 不是跟真的人 就是跟电脑 那也就是电脑 它会乱速跑出一个 这个 剪刀石头布 那你跟它猜拳 到底谁输谁赢 所以这边的话 那我弄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就类似像这样 就是我大概会有几个 几个 这个这个动作需求 那不过动作需求 我本来找之前 是利用那个 就是输入 输入剪刀石头布 但是这边的话 我觉得简单一点的话 也许我们就是用数字来代替 如果我输入1 那表示是剪刀 所以我就不用打字了 不然之前其实要打字 打字当然打错一个字 最后结果就有出错 那用数字的话 相对比较不容易出错 我就是用1代表我出剪刀 然后2的话代表我出石头 OK 那3的话代表我出布 那4的话我就不完了 OK结束了 如果说我今天出了 出一个拳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出剪刀 OK 那当然呢 这个时候电脑要出拳 不过它是乱速出 也就是说 它会在 在这个三个选项里面 它会乱速跑一个 然后呢 跑一个之后的话 那我需要怎么样 跟它做比较 比较的话可能会有三种可能 一个是要不就我输 要不就是我赢 要不就平手 所以这地方就要逻辑判断 那当然我们试一下 所以我出了剪刀 然后它出什么 我不知道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当然 电脑要Random Random出一个 它到底出什么 然后再来Random完之后呢 就让它去比较 比较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它出什么 它出了石头 OK 它出石头 那我出剪刀 当然我就输了 你输了 OK 类似像这样 那不过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样 它就是一直让你玩 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 还没有把它写那个记录 就是到底记录 我赢几次 它赢几次的 这个部分 我没有把它记下来 所以其实就一直玩 那当然呢 如果我再出 比如说它出石头 那我就出个布好了 比如说我出山 山的话呢 它看看它会又出石头 那我当然会赢 Enter 好 这个时候 它又出了石头 所以我就赢了 OK 那不过它会永远出石头呢 应该不至于吧 我出二 看看会平手 它又出剪刀 OK 显见 这个 电脑出的其实Random 我还是赢 所以 三占我两胜 OK 那最后把它结束掉了 输入4的话呢 那就跳离 OK Enter 好 就退出了 OK 那如果类似像这样 其实这非常简单逻辑 那当然要怎么样可以 做出类似像这样的简单游戏 那里面的话当然也是一样 第一个 我们要需要Random Random的话就乱数 那Random里面的话 当然我会需要怎么样 让它Random跑 可是如果说我们每一次要让它乱数跑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去抓哪一个资料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把剪刀石头布 放在那个串列里面 所以我底下会多一个变 一个 一个那个串列 这个串列的话呢 我叫B-list 那这个B-list里面的话 就是放这样 就是剪刀石头布 那当然一样 我跟前面的逻辑是一样 就是我的第一个 我把它控下来 因为主要原因是 反正我Random就1,2,3就好了 我不要0,1,2 0,1,2到时候 我要再跟之前问题一样 加1,减1 这个很麻烦 干脆都一样 也就是说我未来 如果我第一次出1的话 它就会自动去抓到剪刀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那个电脑也会 去Random一个数字出来 那不过 再来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有三种可能 就是我输 或者是我赢 还有平手 可是要怎么做逻辑判断 是最简单的 所以这一题其实 蛮多这个书本里面 或者是网路上 有很多人在讨论 就是说怎么写 是最简单的 那早期我本来 最早这个范例也许 在Java里面 然后Java里面也可以写一样 只是说Java里面 怎么写比较简单 想了很多方法 后来最后的话 整理出一套简单的逻辑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这边的话呢 应该知道这个逻辑 所以1234 总共会有四个 就是前三个就是我出什么 剪刀石头布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离开 离开的话 当然我这边如果是一个无穷回圈 如果是离开的话 那表示说我就break掉就好了 如果我出四的话 所以就是逻辑判断 如果这个时候我输入四 那他就会直接break掉 跳出回圈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思考一下 怎么写比较简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一样我坏偶一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反正我有时候写 反正就是让他一直不断 无穷回圈就坏偶一 不过里面一定要有break 如果你这个wile1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wile2也可以 其实这ok 那或者是说你不习惯用wile2 你可以先直接就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 里面一直往下跑 写在里面也ok 反正写法蛮多种的 那我的想法是 一就是先让他无穷回圈 二的话呢 就是先让那个电脑乱数出一个 就是他先跑一个 你先出 但是我不知道 那所以呢 他怎么出题呢 所以底下的话 就是用random random的话呢 就是用random range 那因为呢 我的list是从1开始 剪刀、石头、布 所以呢 我丢过来东西 当然我接到的话 就1 4结束 所以1到3 丢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1、2、3 其中一个就对了 ok 这应该没有问题了 所以第一个 我已经知道那个 电脑的初题的那个 应该没问题吧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再来 再来的话 就是让 那个使用者出题 所以使用者出题的话 请输入1、2、3 所以我底下的话就有个叙述 输入1、2、3、4 代表剪刀、石头、布跟结束游戏 然后呢 他输入之后的话 一定是数字 所以int把它转型 转型过来 这个m好了 这个m的话就是使用者输入的词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电脑出的 出的那个 他到底出什么 剪刀、石头、布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做逻辑判断了 所以底下就很简单 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的话呢 当然我就分成几个啦 不过我这边分成五重 五个部分判断 那判断什么呢 第一个我想的比较细一点 他如果输入的不是1、2、3、4的话 怎么办 如果他输入5 那当然就不对了 输入非1、2、3、4以外的词 那你可能要防呆 这个我称他叫防呆 就是防止他输入的非 我们要他输入的词的话 所以我第一个逻辑判断 就是判断了 如果他不是输入1、2、3、4的话 那当然我就怎么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有一个逻辑判 如果他m里面输入的是什么 小于1 或者是m里面输入值是大于4 那表示他不是1、2、3、4里面 其中一个数字 那当然我就要怎么样呢 我就要做一些处置了 否则的话他就输入这些值 就不对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print了什么 你输入错误了 请重新输入吧 因为你输入值不在这个 1、2、3、4里面 ok 当然你刚开始也许你还没想到这一点 不过也许你可以再加一下 这个就防呆 不然的话呢 如果他输入错误的话 那会造成错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他输入的是等于4 我先直接跳离就对 如果说他是输入4的话 那我就把它break掉 并且退出游戏了 然后break ok 所以我们就先怎么样 先第一个就是他输入的非1到4 第二个就是他如果输入4那就跳0 那剩下来的就是三种可能吧 不就是我赢电脑 不然就是电脑赢我 不然的话就是平手 那接下来的判断 我写的比较直觉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else if 如果我平手的话 其实平手比较好判断 那平手的话就是说 我们两个数字都一样的话 那我接下来 如果m等于s两个相等的话 那我就出现什么 电脑出 但还是要跟他讲说 电脑到底出了什么 OK电脑出的这个值 如果说呢 我们直接把s放进来 它是一个数字 但如果我要抓里面的值 比如说我这边出现的是 电脑出了比如说石头 那石头的话基本上 这边的话是2 把这个值带过来 然后呢加上如果也出 我假设也是出石头 那两个就平手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当我两个值平手 就是相等的时候 那就是表示是平手状态 那再来的话呢 剩下来就是不是我输 就是电脑输 那这两个逻辑怎么判断 剩下来的话 那我这边底下是这样的 就是剩下来的我把 就是这个我赢的情况 全部都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当我出2 2的话呢 就是当我出石头的时候 然后呢 电脑如果它是出 我赢的时候 我如果说石头 那它如果出剪刀 这个我赢吧 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呢 如果说我出了剪刀 那电脑出布 那也是我赢 然后呢如果是第三种就是 我出布 它出石头 那这三种情况下 所以特别注意啊 我把这三种情况 都把它列举 那中间加一个或 也就是这三种情况其中一种出现 那表示说呢我就赢电脑了 那再来的话另外一个就LF LF的话就是 刚好颠倒 如果刚好我出 2就是石头 它刚好出布 或者是颠倒了 这几种 总共也是有三种 那表示我输了 OK 那结果啊 程式就写完了 大概我的程式是这样啊 当然 不一定要完全照我的方式啦 因为我发现每个同学写出来逻辑完全不一样 只是说我是比较习惯这样的虚出方法 也就是说呢 我会在开头一样做一个无穷回圈 然后呢取得电脑跟取得使用者输入的值 那前面会有一个防呆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是跳退出的话直接break掉 剩下来就是比较说到底我们是平手 还是我赢 还是电脑 还是电脑赢 这几种列举 请各位试一下 当然写法不完全要一模一样 可以用自己比较习惯的写法去撰写 甚至的话呢 看有没有办法把程式写得越精简越好 OK 试一下